大家早上好,我们是肉夫妻房车季,美好的一天,从六浪的开始 嘿嘿,塞拉也在空间 我们去这个公园这里边去溜一溜 这里边人比较少,走 溜完浪了,我们就要开始回去收拾了 因为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我们其实主要的目的地是往丽江方向走 所以说,在这边吧,都是路过 溜溜,我在这儿,找不着我了 走 所以说,这边就不做过多的停留了 先去大理做一个修认,玩两天 然后就去丽江了 接收拾完毕 咱们准备出发 丢个垃圾 然后准备出发 把地点给弄好了 离我们191公里 三个小时到 准备要出发了 准备要出发了 准备要出发了呀 那是哪个啊 南门停车上 大理古城 出发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大理界了 离大理还有145公里了 刚刚那是大理界 从这儿才离开近的大理呢 我现在大理在里面就好大 是的,是的 从这儿过去到古城 还有145公里了 对 好,还要继续再开 两个小时15分钟 现在开始上坡了 刚刚长下坡 现在长上坡 月龙的噩梦又要开始 慢慢爬 好,现在我们到达永平服务区 这是干什么 要扫码 好嘞 好嘞 好,好 检查 减少体温呢 然后把口罩带上 服务区 然后我们要去加油 现在 用了将近一半 有了 月龙只剩最后一格有 进永平服务区 进永平服务区 这边大车好多啊 柴油柴油这边应该是小墙 外边应该是大墙 刹车加个油 看看这边是6块4毛7 之前那个车加了1100块 加了220块钱的油 现在把车开到前面去等它 步都加完油了 现在我们继续出发 车非要超车速度又不够 文贵来了 加油啊 加油啊兄弟 总觉得速度就差了一点点 哇 甜了 我们就被无情地摁在后边 死活不让我们过了 你们两个是要把道站完 是吧 一直走 一个不让一个 你看 右边的车也不减速 左边的车加速又 骑不来 快快快 马上可以超了 马上可以超了 他要强行憋车啊 还没够位子呢 强行憋车 给力了兄弟 中午的12点 我们现在到达大理了 直奔大理古城 还要开17公里 上次来大理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停到的服务区 高速公路服务区 所有都还没有进过 这个大理的城区 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来吧 88块钱 马上要到了 大理古城 月龙 他去换轮胎去了 他轮胎 快磨平了 他去马吉斯专卖店去换轮胎 我们就先过来这边注射地了 还有1.3公里 就在前面 不远处 这边 越来越窄了 还有415米就到了 但是前面显示是堵车啊 都堵红了呀 倒的这个位置是蓝城门的停车场 哇 这边人好多啊 外边气温还是比较亮 要穿长衣长裤了 看到前面那个停车场的位置了 小型车 小型车 是这边 这上面的路啊 停满了呀 这全是热车 全都 天哪 这个地方不行啊 这个地方 这个没有停车位了 这好多人啊 这边直接没有停车位了 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停车场 这边是上次那个半仙停车的地方 他之前来大理就停到这边 那边确实人太多了 这边稍微背接一点 会好一点 绕一圈 这边有个停车场 这停车场 还是可以的吗 都没有什么车 好 停进来 找个位置 停车场非常小 特别小 但是 有水管 你赶紧给他们收入来 有水管 湖哥 湖哥 这边这个停车场很好 还有水管 还可以有水用 看一下这个保安师傅啊 他说是第一个小时十块钱 然后后边是每个小时两块钱 然后是这个这个叫什么 一天的话它是没有一个封顶限制的 它是这么这么算的 我去看看这边 每次十元停车一小时之内 超过就按两两块钱每小时收 实行收费封顶 每车次五十元 超过二十四小时部分按每小时两块钱累积收价 这边是没有水的呀 光有个管子 但是没有水 没有水 五十块钱一天就有点贵了呀 月龙先到 一起的 都是一起的 问了一下停车场师傅 师傅说这边 有厕所 然后 说还有个菜市场 感觉 不知道远不远 先过来这边看看 穿越一片丛林 这栋房子这就是厕所了吧 来行 还比较近 然后这边离菜场也比较近 哇 回去的路上 看见路上铺的这些石头 感觉种水都还可以 真有钱 拿这么好的石头铺地上 把这个给挡着 不然车里边还是会比较热 好了 我们现在把车都停好了 现在去古城里边逛一逛 顺便吃个中午饭 好 这一路走过来 这里边就是大理古城了 但这个里边都还是通车的 看来这大理古城是挺大的 上面标着我们停车的地方 这蒼山门 然后这边是北门 那边是南门 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我要打个电话问问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 大理古镇的步行街 属于商业街的一个地方 这边写的是洋人街 行 还是很多了 就是这样的 比较漂亮的地方 比较漂亮的地方 冰花 乌金 金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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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